台西警察、文革、環境一季之間 在未了國小的好門口 搭設交通安全選擇的單位 並且準備大量的帝國、文区 交通環境大頂商品 郵政文搭的方式 家共小朋友交通安全選擇 上車的時候,爸爸有喝酒 你可以提醒爸爸媽媽什麼事情? 知道! 提醒爸爸媽媽什麼事? 搭計程車 可以搭計程車很棒嗎? 喝酒不要開車 喝酒不要開車 很好,來 那個給媽媽說 這次台西警察、文革、環境 學校最大小的消耗 平常利用學校中途辦好時間 也學校大門口本交通安全 團團給家長去接學生 要求家長騎車載學生 一定都要遮好安全帽 喝酒千萬五湯開車騎車 通過學長處美的友情問答 學生的學習能力很快 現在怎麼交通安全方式 喝酒不能開車 喝酒不能開車 喝酒不開車 開車跑好久 摩托車要怎麼樣 戴安全嗎? 戴安全嗎? 走路要走行能穿越道 還要走天橋 這個要過馬路 要看紅綠燈 浩峰表示 大學警察文革登記以來 全國的浩峰來選擇交通安全 真是到家長以及學生的支持 因爲出小孩開始交流 大學才能夠養成習慣關聯 本校的小孩有一千四百幾個 連我們的路口 我們上方學的路口 都是六千的員工經過之地 所以交通安全對學生來講 顯得特別重要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平常 就利用招惠的時候都在宣導 透過學問學生的選擇 不然是讓學生透過輕鬆的方式來學習 健康也希望學生 將學習到的飲酒不能開車 騎車要在安全帽的交通安全項目 待在家庭傳達給家長了解 平常一同來時 又後來提升交通安全選擇的效果 減照交通意外出國的發聲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道